店內高棚滿座 店外還有排隊人潮 小琉球知名美食早早玩壽 民宿一房南球 北部下來的遊客 搭起帳篷改成露營 勤勉連假不只小琉球夯報 屏東音樂盛世 臺灣技 也讓國境之難人聲鼎沸 不過卻有人開心出遊卻受騙上當 一家四口想訂廉價墾丁空房 但用Google一查好奇怪 街景怎麼沒出現想下榻的這間旅宿 還有遊客匯款後人都到了民宿 才發現早已經停業全傻眼 警方一查發現這根本就是詐騙集團 想趁廉價海撈一筆的手法 先假冒民宿店名再拼貼 其他旅店環境照片 張貼到社群網站上 來匡辯民眾下訂付錢 被冒名的受害民宿 不接到民眾來電詢問趕減 在官方社群上PO文 要旅客 別上當 剛好是有客人打電話來跟我說 他有叫我LINE什麼的 我說我們沒有用LINE 然後是誰 請他給我資訊 然後我去報警 然後就直接先跟警察講 然後警察就叫我要多PO文 聲明說我們沒有在用LINE訂房 那不是我們 以監獲民宿業者的反應 遭他人冒用民宿名義 一服誘騙民眾訂房會款 廉價出遊沖旅遊順地 事先安排住宿時 最好透過合法訂房網站 避免受騙 生了荷包又壞了 出遊興致 華視新聞專門和小青許富杰 屏東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